K 大家好 我是Bray K 全员长 今天还可以再介绍布 吃饭不要配着看的电影《恶梦影院》 影片共有五个恐怖小故事 每个故事都有不同的导演指导 像有《目光之城3》 还有《鲁棒散射》的导演来加持哦 而这五个故事的主角都会在同一间恶梦影院 放映他们生前所遭遇的事 船长挑几篇介绍给传员们 第一篇临终怪影 这美女大声全身血淋淋奔沉在丛林里 原本是跟同学来此度假的 敬演变成跟杀人魔玩躲猫猫的游戏 不过好在男友找到他要带着他一起逃难 但这个结局却是超乎我们想象的 两人一路跑回最初跟同学一起度假的小木屋 遇到了很快被拜拜歇歇会顾的同学 因为杀人魔很快追上来 用铁锹瓷穿他的身体 但真正让同学挂的原因 是男友用大喷子把人家干掉的 或许这样就少个人爱是呗 紧接着下来就是杀人魔跟男友的对决 呃 嘿 吼 依 吼 欸 男友不是杀人魔的对手被他插得人家好痛 欸欸 想拿到反抗 这样你的左手会被钉在墙上啦 欸欸 还来 男友说也来一下这样比较对称 总之男友最后被杀人魔用喷火枪 让他拜拜歇歇为故的 另一边女大喷在他们PK时 找到了间地下室避难 里头放满被烤焦的同学们 可想而知都是杀人魔干的 但女大喷并会就此放弃生存的希望 她准备好决定跟杀人魔订个鸡 结果又是一阵的 杀人魔的面具被打掉后 竟草苏拉不断求饶 其实这位眼镜哥从小就暗恋女大喷 这个周末他将自驾的木屋出界 给同学们来此度假 大家正欢乐的同时 一个不明物体从天而降 众人好奇前往查看发现 不明物体窜出数以千计的外星蜘蛛 纷纷钻进所有人口中 并加以控制他们的身体 也包括女大喷的 眼镜哥则是晃一皮的逃到工具间 接着在慌乱之际 打爆外星蜘蛛 那时他明白原来可以反击啊 为避免蜘蛛灾害扩大经而染指人类为名 才将被控制的朋友们全部都干掉 终于说完前因后果 寄生在女大身体内的蜘蛛也掰开他脑袋 像是跟眼镜哥宣战 最后为了不留后患 他忍痛干了喜欢的人 第一篇故事就在歧视眼镜哥 还是被蜘蛛侵入身体下结束了 众众认为事情别只看表面 因为真相往往不是我们想的那样 所以也别在网络乱留言 就至上下线了 第二篇整形诊所 一对如交刺漆的情侣 原想来噩梦影院寻求刺激 但他们的目光却转向正在播放着 他们故事的大荧幕 两人已到乱急换嫁的阶段 男方高富帅家世贤鹤 女方桑巴婆因自己脸上的疤痕 担心嫁进去会给男友的家族蒙羞 这点桑巴婆多虑了 高富帅跟未来婆婆 愿意花大钱妈妈进行全身的整形手术 术后隔天高富帅替桑巴婆拍了几张照片 传给未来婆婆鉴定 保这么紧要怎么鉴定啦 但可见婆婆并不满意 只能由医生来说服她 再动个小手术就可以无后顾值哟 这才让她稍微放心继续等待明天的来临 可桑巴婆越想越不对劲 认为事有蹊跷 于是决定跑出病房来查明真相 果然一阵销魂的叫声吸引她前去探究 前男一名无脸妇人不断向她求救 表现了姐妹人家都自身难保了 因为吓得花容失色的桑巴婆 遇见护士经过 在两人一阵扭打后 桑巴婆虽抢走识别针得以从电梯逃脱 但护士已通知医生堵住了出入口 来抓拿这个小淘气 并注射一针让桑巴婆浑水过去 直接送上手术台给金主无后顾值哟 隔天再醒来令桑巴婆静呆了 不仅被整成三颗乳房 头头还高地不齐 脸部更是面目全非 鼻子都不知跑去哪 根本是个骇人怪物 第二篇故事就在未来婆婆终于登场 看到桑巴婆这样她很是满意 而那个所谓的豪门才是真正的怪物下结束了 穿上认为故事捧刺现实社会中 女孩们想炸进豪门的贪慕虚荣心态 殊不知许多所谓的有钱人家 外表裹着汤衣内心却是垃圾 第三篇马席特 游做了很多坏事的黑神父主演 在《恶梦影院》的放映世界代下 黑神父以第三人称视角 观赏自己掌管的神学院被她搞得多么不堪 这要从学校里的一名男学生遭灵体附身说起 站在高处的男学生 无论这位修女修修女如何想救她 最后还是被灵体遮守痛到失去中心 而因此帅下楼挂掉 更被其他学生目睹这一切 整体事件都因黑神父过渡终于有关 不只跟修修女在办公室 连毛妹长期的学生都不放过 白天那个过世的男学生就是惨遭她毒手 导致人神共愤而灵体入侵让学校不平静 两人还没进行完就被外头伸墙打断 他们出来查看时 很快就看见地上恐怖的大洞 吓杀了黑神父跟修修女 因为这座装置艺术是恶灵的脸 大洞是她的嘴 显灵是要让人知道她来咯 于是修修女开始翻阅古书查资料 找到个叫马希特来自地狱的灵体 专之中狱跟乱伦的人 并且会引导孩子们走向自我了断之路 在把此消息告诉黑神父后 男学生突然让人以为在看太阳马戏团的出场警告两人 快点干掉那个小妹妹必去 他们静听性灵体的话 把女学生小妹妹抓来 以为干掉她能消除恶灵 好在小妹妹 也是学校老师 赶紧将女儿带走准备离开这里 但就在要小妹妹打包行李时 自己却遭恶灵父神念着咒语 控制所有学生 成为恶灵的手下要来干掉黑神父跟修修女 黑神父拿着长肩对着自己的学生 展开一场血性的屠杀 脑袋四肢满天飞 最终黑神父仁寡不敌重被击败 击败身亡了 至于修修女则是撑乱追着小妹妹 吃妈 又来到顶楼 被恶灵耍得团团转 甚至被紧紧抱住让两人双双坠楼 吃妈 因此挂掉 故事就在恶灵改复在修修女身上 耳朵走胜利下结束了 传人而为世界上就是有人利用自己的权势地位 对弱者胡作非为 不要以为丑事都能用权力金钱盖过 总有一天你会烂掉啦 剩下两篇就自己去看吧 船长就不说 反正船长会坚持不改录影档 如果喜欢船长的影片 别忘了按赞订阅 YouTube传言机的加按铃铛 脸书的传言机的社交系卡 就最不会开船长 我们下次见